小星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离家出走了 你可以告诉我 你再去哪里比较好吗 尽量离这里近一点的地方 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星竟然离家出走了 而事情的起因则是因为一块布丁 这天下午三点 马铃薯又像往常一样准备吃点 正准备开动时一股强烈的尿液起来 然而就在马铃薯去上厕所的期间 午睡的美牙却在这时睡醒了 刚起床的他正好想吃点丁的东西 就这样桌子上的布丁就被盯上了 带到马铃薯满心期待的回来时 桌子上只剩下一个空盒子 正当马铃薯要当面质问美牙时 不曾想去被美牙先发制人了 原来是这臭小子又在房间里乱涂乱画 并且还把美牙的裤衩子套小白头上了 说爸便出手狠狠招呼马铃薯的小屁股 不仅布丁被吃掉还挨的顿毒打 此时的马铃薯可谓是憋屈极了 正好这是电视放着关于家庭问题的剧情 女子迎来了母亲一巴掌 一气之下就要离家出走 见此的马铃薯备受鼓舞也要离家出走 在此之前还得做好准备工作 不仅要带零食就连喜欢的玩具也要一并带走 一切准备就绪后还跟小白进行了告别 鉴于独自一人离家出走有点害怕 马铃薯强制性的带着小白跟他一起 而在离家出走后他却不知该去往何处 所以干脆找附近的警察叔叔询问意见 玩闹过后警察询问他有何证实 当听到马铃薯此行是离家出走时 警察叔叔以为他在开玩笑并没有放在心上 并且很快就接到报警急忙赶去处理了 而在警察叔叔走后电话再次响起 与此同时美牙也正好路过这里 若换作平常马铃薯肯定上去相认 可现在他媚心认为妈妈不喜欢他 听到妈妈还在惦记着自己 马铃薯瞬间放弃离家出走 最终只有小白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而应景电视的结局也是母女俩重归于好 感谢观看